好欢迎欢迎李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居家安全的事情 怎么样的防火防噪音 然后还要隔绝很多的问题 我们现场已经有直播了 所以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之外 可以留意一下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我们中广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还有我们中广流行网 李财生活通的官网 现在同步都有直播了 先欢迎一下我们南京国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林儿宏林总 林总好 英文姐各位听众 大家无安 大家好 对啊林总越来越演套 谢谢 其实我跟你讲 我非常的敬佩林总 因为从我们的节目访问的时候 就知道一开始年轻的时候 做铁工嘛 对不对 铁窗 然后就觉得要防盗嘛 做很多铁窗 可是后来又发现到说 没水啦 然后也不是只有防盗的问题啦 防烟防火防噪音 对不对 公安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对没有错 我们现在都鼓励大家赶快把铁窗拆掉 对对对 因为说实在的铁窗还有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逃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你其实很倡议就是说那个防火防烟 每次有公安事件我们就请你来讲 说啊那个大型的这个不管是KTV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场域的话 应该要注意一下防火跟防烟了 那今天很特别 因为我们有直播 所以为什么请大家看直播 就是你有带一些材质给我们看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可以防火可以防烟可以隔噪音啊 市面上的材料现在琳琅满目了 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就带几样常用的 好 像这个就是48K这个是防火的 这是防火的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在门窗里面 我怎么知道它有什么材质吗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这个材质组合以后 做成门或墙 然后送去实验室测试 然后实验室会一个通过的报告 这样给我们 如果说你没有过的话 他就不给你这个报告 那这个实验室是政府的 不是民间的 一般都是在台南成功大学 在台南成功大学 对对对对 那你刚讲说这个是隔火的吗 对对 这个是圆棉 这个是防火陶瓷棉 所以防火的材料还蛮多的啦 对 不过这几样组合才能去防火 可是这个说实在我摸起来也 对有一点点那个亮晶晶的 这什么 它这些隔火材料 你用火跟它烧 它不会燃烧 它不会燃烧啊 对 所以它是填充在门里面跟墙壁里面 当火表面烧的时候 烧到结构的时候 它就穿不过去了 所以这是防火的嘛 而且可是在公安意外当中 其实防烟很可怕 就是除了火势之外 那个烟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气密胶条都是很特殊的 我们的气密胶条 它可以阻隔 就是这个是框 这个是扇 一个框一个扇的话 就是说 框我知道 门框 这门扇的 一般的只有门框有胶条 门扇没有 门扇没有胶条啊 那我们公司的结构比较精密 就是两层啦 你万一这一层被它突破以后 你还有一层 双重保障 而且我们的这个胶条 都是特殊研发的材质 它可以耐燃 要不然你火灾来 它已经烧掉了 对 如果它是塑胶 可能就溶掉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拿去城大 做一个小时的防烟测试 在高温底下测试 所以我们公司的产品有 隔音认证 防火认证 防烟认证 对我刚刚就讲 那个防烟其实很重要 因为之前讲过 就是说火可能烧了 对不对 会烧死人 那个烟才会呛死人 烟是其实是第一个最严重的 火灾 这烟是占百分之八十 因为你一来 你这烟整个窜开的话 你没办法逃生啊 你没办法逃生 你没有方向感嘛 所以为什么人很多说 我一楼可能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其实那观念都错的 你在室内的时候 就算一楼你也出不去了 因为看不到 对 而且人一恐慌 真的很可怕 而且那个都是两三秒而已 所以防烟其实在欧美国家 他是比较重于防火 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节目一直倡议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啊 我觉得应该要多做那个防火防烟 那政府现在有慢慢在走这个区块 可是还没有走得很快了 但是我们公司是走得比政府快 所以我们的标配就是防烟了 防烟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 卖出去一个标准配备 所以最早是做防火跟防烟的 没有没有没有 政府在讲防火而已 防烟他慢慢在做了 有在推广 可是因为产业跟不上这个技术 所以他不敢推得太快 所以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也是也算是 那这个呢 这个是隔音 这就是隔音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防火跟防烟 这是隔音啊 隔音胶片 隔音我都觉得它是那个泡棉 那个其实没有 这个还有石膏板 这个也是 这也是隔音的 这样加起来 然后再加这个防火 这样 这样好像吐司面包 加好几次 对对对 就很多层 好像肉蛋吐司夹起来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案子都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案子 可能你是很注重噪音的 有些人对噪音可能 还可以调配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来理财 收获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 南京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儿宏林总 事实上今天请林总来 是有个很深的一个意涵 因为我们最近发生很多 社会案件 但我们提起来会很难过 就会觉得说 你隔音隔的不好 然后引起这邻居的一个不满 然后甚至就 就起了杀机 或者是之前我们谈到几次的公安的一个问题 就防火逃生 然后还有这个烟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先把公共安全做好 那你说居家 居家也要做到 那居家你刚讲过 就是你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要防火防烟防噪音 然后先做好 那现在我觉得你更了不起了 越做越漂亮了 对不对 先做求好 然后现在要做漂亮了 然后有跟一些防火防烟的门 再加上艺术 所以这个你为什么会往这条路上走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在 其实我们推广快20年了 只是这种美的东西 推广不是那么快 也不是那么 一下子人家就觉得说 你是专门在做这行业的一个领先的 那我们就是从20几年前 就开始跟一些艺术家配合 但我们最主要还是想要培养本土的 让本土的年轻人有一个艺术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因为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去欧美都是看到很多的东西 不管居家或公共场合 就是那么艺术 那么生活化 那么漂亮 那我们台湾你看人家到今天来为止 到台湾什么都好 就是建筑外观 太丑了 对 而且就有留下来的太多 其实那个花不了多少钱 拆一拆就好了 也不用什么作息 就很漂亮 就很漂亮 对 我们现在画面上有出现一个长玉漫步浪漫巴黎 这个是好像你们有跟长玉的名画 把它用在大门上面 对不对 对 我们跟国立历史博物馆合作 拿到他们的授权 把它用在门上 那你挑这几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这几幅都是经典款 对 都是经典款 经典款就贵哦 这个授权费啊 合作版权啊 也还好 你说一个最顶级的门 还有最顶级的锁 还有艺术 它售价也才二十几万啊 对不对 可以让你用一百年 搞不好还不止 我的门可以用一百年 一定超过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以前做门都用三四十年还不会坏啊 那个二三十年我们公司产品在市场上还很多 那这样你生意是要怎么做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做外销啊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可以做外销 所以你现在只是门它加了艺术 对不对 因为拿到这个授权 所以你可以选择嘛 对不对 你那个你的那个 这个卧室就可以放一下 那个常遇的裸女图嘛 对对对 对不对 总不好意思在大门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 也不会很难看了 你再放在大门 只是说 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而已 他也并不是色情啊 对啦 是不是色情 这艺术耶 对啊 大大大大 人家会觉得这个主人真的是有内涵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 我想要知道 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如果要做这种防火防烟的一个 这个门的话 到底要做大门 还是要做这个浴室还是要做我们的卧房好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idea 就是说你有没有预算不管 其实你的卧室面临马路那个门 一定要防火防烟 面对马路那个门 对因为那个可以让你躲在里面一个小时 就是我躲在里面一个小时是安全的 安全的安全 因为万一你比如公共去着火或楼上楼下 烟窜进来到你客厅的时候 你还可以躲在那个房间 躲一个小时 那那个现在一个小时云梯车各方面的救援 以后以后就来了 那你面临马路 就是说他云梯车可以把你救下去啊 你只要发生火灾 你都不要往外冲 其实往外冲都错的啦 绝对是错的啦 你如果把家里设计好 其实那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以现在的技术了 我感受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客人有发生过 真的啊 外面烧焦的里面是新的 客人回来说怎么可能 外面烧焦是什么意思 里面烧焦讲错了 外面是那个还新的 客人从国外回来 那个设计师跟他家找我 跟他讲 他回来说没有啊 我家门都新的啊 我哪有火烧 结果一开里面真的烧焦了 所以真的这个是确定这个是可以的 而且你看那个城大那个一千两百度在烧 是真正的火场模拟一个小时 那个不可能是做假的啦 所以以现在的技术是 那个可以的 对因为当然的 就是说你刚刚讲金钱的预算是很重要的嘛 所以里面到底要泡棉到底要怎样 要隔几层 这个可以沟通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家如果有四五个门 对不对 那我四五个门都要换吗 对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说 你先换那个靠近马路的 对不对 如果我说预算如果说真的比较不够 你至少 坐那一堂啦 对啦 这一家人 以后就是一个避难空间啦 嗯 就大家都躲在里面 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可行 为什么 之前也好像半年前我看一个报道 一个别墅 他也是一般木门而已啊 因为那个家庭好像也是出不去 他就躲在木门后面 真的也扩救了啊 就是他没有往外冲 他躲在房间啦 可是他那个门还是一般木门而已 他就扩救了 消防人进去 那三个都OK的 他没有乱跑 所以说其实我讲的这个是 绝对百分之百可行的啦 因为我们的过世门都防烟的 甚至还防火 因为里面是钢制的 嗯 这样 所以我想说一般人可能会比较没有概念嘛 就是说到底是要客厅还是要浴室 因为浴室可能有水嘛 对以前我们讲说防烟的时候要 要拿一下水 然后这个把那个毛巾遮湿了以后 污住我的口鼻嘛 因为早期没有这个产品啊 你他讲的是 你讲的那个是OK 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产品已经进步到这里 你要用现在的科技去 去把 不用搞自己搞 对把生命保障 对啊 当然如果说大门是最好的 大门座 卧室门再座 啊那个真的是无敌的 就是大门座浴室座 不是浴室啊 靠窗的卧室 反正哪里都可以啊 浴室窗太小了 出不去啦 没有 我只有想到有水而已啦 也不用了 水不用响了 交给我们就好了 哦 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全 这个很重要 因为安全这件事情是除了公共安全之外 还有居家的一个安全 然后呢再加上艺术的美感 我觉得艺术的美感很重要 除了这个长玉系列之外 还有扶植一些国内就是本土的艺术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听说你有梦想中的房子啊 待会会公布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南京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儿宏林总 我们在广告时间其实有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跟提醒啦 不过如果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 这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讲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业界不能够说的秘密 但是我们一定要说 也就是说 当然政府有要求公共的安全嘛 一定要防烟防火隔音啦 那噪音大一般我们居住要要留意的啦 可是呢 有人卖假的证书 对没有错 对对有卖假的证书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看到证书 那我就做了这样的门 我就安全了 真的要找到这个好的厂商 然后要检视一下你这证书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不然一是不良厂商 我就买了一堆证书 那你你用这个这样的门 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谁负责啊 没有人负责 那把厂商抓去关啊 啊你害的啊 对不对 厂商不良厂商啊 对你明明跟我说防火啊 又不能防火啊 其实那个都是 呃 事后于事无补了 我们还是提倡大家买的之前 就是估价单跟测试报告 是不是同一家公司出的 估价单跟测试报告 对如果同一家公司出的就是真的 如果A公司名字跟B公司 那真的就是去买的 因为那名字斗不起来嘛 哦 所以要付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 那名字还是要同一家 就施工的公司 比如说磨磨磨 啊你现在拿出来的测试报告 也是磨磨磨 这样斗的准就是 比如说都是姓林才是对的啦 嗯 你不要一个姓林一个姓李 啊这个证书都一定是买的啊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他是用A公司去测试嘛 啊 你是跟B公司去买嘛 嗯 那那当然都斗不起来啊 嗯 不是原来的结构嘛 嗯 这样听懂吗 听得懂 而且很简单 对啊 至少不用把门剖开 就可以去看得到他的材质 剖开已经都不可能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啦 政府也不可能去剖开啦 嗯 对不对 嗯 再就是品牌啦 品牌是一种信赖嘛 你真的是有品牌 他不管乱搞啦 对啦 而且你有门事嘛 你可以去看嘛 对啊对啊 我们工厂都鼓励去看了 工厂都可以去看啦 那你秘密不都被人家看光了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对啦对啦 因为信任嘛 信任才是最重要 有些人真的不信 我说你可以在工厂看啦 嗯 我没鼓励 这样才能淘汰一些 真的是用假证书一直拼价钱乱卖的 到这出事真的是来不及了 嗯 对不对 对台湾其实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对于那个细节还有公安 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留意 大家可能都会很清新说 哎这不可能啦 这不可能会发生的啦 这发生 但万一发生了呢 对 那个几率就会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几年 我觉得南京的一些进步 就是除了就是把这个产品做好 材质啊 这个坚持住之外 我觉得慢慢的往美学靠近是好的 所以现在也跟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有一些合作啊 有有 我们最近也那个 一年前我们也开发一个艺术家 叫Jony 嗯 他那个二十几岁而已 啊 我那个那个工艺真的是美化讲 所以我们也准备以后要让他发光发亮啊 他是在台湾 个本土的艺术家 台湾的台湾的 二十几岁这么年轻 对对对对 嗯 嗯 所以我们已经把他 这产品推出来 我们叫星传系列 嗯 女人的宝石啊 嗯 他能够磕在门上啊 哦 而且现场表演在磕耶 真功夫耶 现场表演啊 当然我们就在发表会表演啊 哎我觉得这要给年轻人机会啦 一定要 因为他那样的雕刻好像不是 你要在钢材上面 对对对对 只要一点点闪失那个钢材就爆灰 而且钢超贵的我们是用泰金耶 嗯 不是用一般的钢材是泰金耶 那个钢材很贵 啊这样他在创作 嗯 对对对对 那声不太大声 还好啦 还好啦 哦 对 所以这个年轻人无可信量 真的 你像彭莫他他应该会蛮开心的 他很开心啊 他是像做起事来 本来还在外面打工 哦 还要去打工才能维持他的生活啊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工艺的那个技术 你知道吗 他除了要有一个艺术创作的能力之外 你看他要弄那个 对不对 对对对 泰合金的一个钢材 因为煤材不一样 你的那个创作方式也会有不一样 对对对对 哎那刚刚讲过就是说未来你可能有长玉系列 也有年轻人这个钻石的系列 对不对 然后就有不同的系列 然后让大家就是先由这个安全做起 然后进入到美观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重点啊 这个门就是都是那个长玉的创作啊 这个还不是那个星传 还不是星传系列的 那可是我们想要看看一个点呢 就是你的房子 听说你的房子也是水当当啊 这个这个是你的房子吗 可以帮我们公布一下吗 因为今天有直播 我们就希望让大家能够看看这个画面 这是你的房子 听说谢谢谢谢 大概找了多久才找到这个房子啊 哦找了四年 找了四年去台湾 吐几台湾又啦 没有没有 我们是锁定那个社区 哦 我准备就是以后退休是住在这个社区 嗯 啊但是他其他的很多都有试出来 可是他的景观都不漂亮 哦这个社区是要买景观的 呃我在等景观 因为我们本身做景观窗的人 就很在意这个啊 嗯 所以说就整个 等到的时候 啊顺便也把我们产品融入进去去做测试 嗯 他到底在这个这么极端恶劣的天气之下 嗯 他的性能是怎么样 嗯 但是经过一年了我们已经搬进去一年了测试的是很满意 所以你是自己把自己当成是实验品啊 哎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们刚回到那个大大门那边大门是用你们的那个吗 哎对我们的幼木 原型 所以这个也是防火防烟的吗 都是都是 然后也会防噪音吗 都是 而且我们冬天哦一开哦那个冬天最冷是什么零度嘛 那个冷空气哦一关上来都进不来 啊 很满意 厉害的干是不是 高粗不胜寒呢 对啊你看所以说以前这个社区冬天老人都赶快搬下山啊 他说那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他还能死了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蓝金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儿宏林总了 我们刚刚一路有跟大家分享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林总不陌生的 早年他真的是以这个技术出身的做铁工厂 但是随着时代的一个变迁他自己不断的一个经济 然后呢把铁窗拆掉 然后以健就是安全 然后以健康建筑为主了 那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艺术 然后越来越帅 然后也让他自己的品牌走向一个艺术跟美学的结合 刚看到你打造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家庭 从大门开始就是你们家的产品 对对对 然后你说还可以这个防那个冷风 因为他其实在山顶上 那个区域我其实知道 如果你们刚好听我们的那个直播大概就知道 但我们不能讲 就是但我们看到室内 室内你们每一个房间的门口都做那个防火防烟吗 对对对 你们家要不用钱啊 一直做啊 老板要不用钱啊 也是要成本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 啊我给你讲这真的是梦想中 女人梦想中的厨房 对我们的泰金系列 哎呀我喜欢因为他那边就有一个这个绿绿的窗 哎秀员赶快来看 你看我觉得在这边煮饭应该超愉快的吧 很开心啊很开心啊 然后这个是餐桌 对对对对 就是可以宴客的餐桌 对对对 他是有一个小楼钟楼对不对 十二个 哈十二个人 对 然后哎斜斜那个地方是 是客厅 是客厅吗 左边是客厅 是客厅 对啊这个是餐厅 哦那旁边就是我们刚看到有绿窗的厨房 对对对对 哦这个是客厅 哦这边是客厅 右边那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景观窗 哎 可以看到对面的云海 我知道啊因为你在制高点 哎对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刚刚找了四年 然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它盖起来 整修全部打掉 哦 剩柱子而已哦 窗户原来就很小了 小小的 嗯 那我们全部把它打到最极限 哎有没有公布一下你的那个啊 那个新娘房啊 今天照片有吗 让我们看一下 有新娘房吗 有吗 有有 哎哎真的有哎 对对对 这这这就是 这间是你的新娘房啊 算算算算 也是景观窗你看 哎那边也是景观窗 对对对 那你这里 那那个窗户也是做隔 就是隔音 气密 房台 房镇 保暖都有 还要房台 我们玻璃用四公分啊 这台风来很大呢 哦哦 你随便外面 我一开常常出去开车的时候 那个人都站不住哎 天啊 你在巴厘岛吗 你这个是自己独立浴缸哎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就看山景啊 看山景洗澡 对啊对啊 对啊 那不用观窗帘哦 没人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 最高点了 天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阳台是不是 哎 对 出去是阳台 晚上可以在那边喝个小酒 哎 有钱人真是限制我的想象呢 连喝酒的地方都要这么漂亮 没有这个是做产品测试啊 没有什么有钱人啊 所以门窗很重要 房台很重要 对我就觉得说哎 你你这样设计就是你梦想中的房子啊 安全很重要 我住了一年 讲实在话 应该有95分了 以他的动线啊 跟他的厨房 卫浴 客厅 餐桌 几乎走起来 或用起来 KK的还不多 嗯 这表示当初很多小细节 都考虑到进去 这是谁设计的 哎 百分之 七十是我 哦 那被扣五分是你扣的吗 我们不敢讲满分啊 哦 所以95分的意思又已经说很满意了啦 呃 目前我用了一年 因为你要实际进去住 你才知道哪里有缺点 嗯 对不对 因为房子新的大家没住进去 都是会 会用想象的嘛 嗯 但是实际在使用以后是 哎 那我想问一下林总 就是你服务过很多的客户嘛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自己又变成像客户嘛 对不对 因为你就要求要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样子 对对对 你觉得你的客户当中奥客比较多呢 还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自己也很像奥客 你要求有特殊的材质 你还要防台 还要防什么耶 那都做得到吗 我觉得他们的要求不算OK 是我们观念的问题 嗯 他有这个预算 你本来就是要给他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常看到说 我花了一亿八千万 怎么买的房子品质这样 那很多人都说 这个房子本来就这样 我想说 奇怪人家花这么多钱买你的房子 你本来就要好品质给人家啊 还要客人来要求 不对嘛 今天客人来跟我们南京买东西 我们的所有的细节都想的比他多 所以我们对品质的那种客院几乎是没有 服务态度客院也几乎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说消费者找我们就信任我们嘛 嗯 那应该我们想的比他更多 因为我们是专业嘛 嗯 我们应该提醒他很多很多事你应该怎么弄 嗯 但他最后不同意 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那至少他购买以后 各方面都要用这个态度去面对啊 哦 哎 我想今天大家有看到直播人 大家就会赚到 可以知道就是说有哪一些的细节 可是如果说没有看到的人 只有听广播的 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 你那里 可以 预约参观一下吗 有有有 比方说我想要这个窗子 或者我想要做怎么怎么样的防风 或者我们家可能也会有什么风向的问题啊 或者是会下雨的问题啊 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们就碰到多很多的客人 甚至我们自己的产品要跟他做报导的时候 他们都说 哎 我这个很隐秘哦 不要不要 还十个九个这样 嗯 那我觉得你这样去推广一个好的产品很慢的 因为他消费者没办法看到 只用想象的 嗯 他甚至这个单价都不低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一个使用过的东西 他甚至现在在使用的 嗯 让他去看去感受 所以我们都有开放预约制 只要说你的设计 你的理想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走 我们的乐意跟你接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业者 因为你会让消费者先看到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说可以跟消费者充分的一个讨论 对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 像在很多金融商品也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有套餐的问题 说你只能吃A套餐B套餐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对 每个人的投资属性不一样 那就像每一个人对他这个梦想中的房子 其实要求也不一样的 像你们家那么远 我都觉得很累 可是那是觉得你梦想中的房子 还好 因为你如果说你要在乡村 或在哪里盖个别墅 或盖个什么 那个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功课要做 对不对 你在展示中心看不出一比一的 我觉得这开直播很重要 因为有人讲说听过林董的节目 就以为他魁梧壮硕 结果差很大 竟如此的苗条金石 人家有点脸 人家是那个截兔队的 是有在跑山的 然后我觉得他不断的在经济 你看现在也走向了这个艺术 你自己也要 从内而外 然后从本身到企业 都要一个一贯性 没有错 然后台湾喜西丁嘉欣曼 老板都说没赚钱 每年都出国 可是你这个老板是好老板 都有嘉欣的 有很多人都说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林总的电话 大家可以打我们中广的 美少女电话 如果你对于 我真的觉得安全很重要 那先把安全做好 这个很重要 然后至于说你要裸女 还是要这个钻石 你可以慢慢的拆掉 可以打我们中广的 美少女电话 0225005566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 那当然如果你要预约 去看一看 我觉得蛮值得去看的 去把自己的安全做好 把自己的美学做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蓝金的林儿宏林总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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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